大满贯 孔力辉是最后一个项目的关键性的决定金牌 也就是说在本届的奥运会的男子双打 孔力辉跟刘国梁联手是败给了同队的 延伸跟王立琴的搭档 那么不过金银牌在本届奥运会的男子双打桌球呢 是金银牌 中国大陆队是包办 而女子双打当然是由 大陆的王楠跟李菊拿下了最后的金牌 而女子单打呢 大陆的王楠李菊由双打的partner 同队的队友好伙伴 变成了跳到了单打的桌球场上来一较高下 结果王楠是击败了李菊 王楠同时也成为了本届桌球场上 唯一的拿下了单双打两面金牌的桌球选手 那么同样的这项记录呢 在96年雅特尔安达奥运会呢 是由大陆队的男子选手刘国梁 他是个人在一届奥运会当中呢 拿下了单打跟双打两面金牌 因此在女单跟男女双打 本届奥运会都拿下金牌的情况之下 最后剩下的男子三打 孔令辉这一点也相当的重要 那么后续是大陆的选手啊 在最近的12年以来 也就是三届的奥运会以来 大陆队的选手在桌球场上 可以说是必逆全群雄 所以在下一届的奥运会当中 很可能 对着这种改变 球要变大了 好 第一个球 孔令辉发球过去之后 华德纳这些球没有过往 孔令辉这个球触往 结果弹出了键 双方打成了一比例 又是孔令辉的几球出键 孔令辉落后一球 华德纳这个牌起得又凶又猛 拉得相当的重 而且相当的快 还好没有过往 双方二比二 又是华德纳的回击球没过 三比二 孔令辉里先一个球 华德纳的发球 好球 两个人在这一个球 孔令辉不论在侧身的插球 跟快板起拍方面 都让华德纳给挡过 但华德纳自己结果一个反盘失误 这又是一个孔令辉往前在掉小球 华德纳马上要拉长弓球 这个球又拉出键 连去的两个球让孔令辉取得了5比2领先 所以华德纳现在开始拉长弓了 5比3 这场比赛就如同刚刚我们所说的 两位选手的一个大对决 孔令辉是世界排名第二 那么这次大会列为是 也是第二种主 好 这个球孔令辉侧身杀 反排挡 再面对华德纳的长弓球 孔令辉回挡出键 5比5 在第一局在这个时候 双方打成了5比5平手紧张 打球孔令辉这个拉斜线的长弓 打进去 6比5 孔令辉领先一个球 华德纳随即也回击出键 孔令辉再拿下一个球 7比5 7比6 孔令辉跟华德纳两位选手 为各位介绍下两位的一个背景 两位选手都是右手拿刀板拿红开 华德纳在 刚刚拿回一个球之后 现在又丢掉了一个球 形成了18比6 孔令辉仍然领先两个球 孔令辉在个人的打法 左右的拉弧圈是孔令辉的拿手技巧 而至于华德纳在整个打法技巧上面 他的弧圈球 他的上圈球也非常非常的厉害 而且是全面性的 这个球太高了 回击辉的球只要回到上面高一点 华德纳逮到机会就赶分 这个时候华德纳是连赶两分 双方打成了8比8的平手 在第一局两个人就开始相持不下 反拍对正拍 再来 孔令辉还有一次 华德纳回球没有过 9比8 这场比赛 到场加油的大陆的球迷也好 观众也好 特别的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场比赛 是中国人打外国人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孔令辉 迎战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7 来自于瑞典的华德纳 那么在本届桌球的男子的单打呢 瑞典的两位选手 华德纳跟皮尔森 两个人呢 刚刚好都挤进了前四强 一个是争金牌 一个是争红牌 结果皮尔森是败给了刘国梁 我们现在看看 华德纳跟孔令辉 华德纳能不能为瑞典 拿下本届奥运男子桌球的金牌 那么 破除大陆在奥运会 大满贯的一个纪录 这一个发球没有过亏大 11比9 孔令辉领先两个球 为什么说破除大陆 在奥运桌球场上的大满贯呢 因为96年的时候 大陆就是拿下了一个桌球的男女 单双打四面的金牌 这个球孔令辉回的精彩 结果赶回的金牌 要起板的时候 这一个球没有杀过 孔令辉这个球意识到了 我们看精彩的慢动作 两个球孔令辉回的都相当的漂亮 可惜后来回进台之后的一个进攻球 除了没过往 11比10 华德纳一个揭发球没有过 12比10 孔令辉领先了有两个球了 12比11 那么这是大陆队的总教练蔡振华 这次带领了大陆男子桌球代表队 子弟兵 进军本季奥运会 结果孔令辉 刘国梁 颜森 王立芹 四个人分别在单双打都有讲过 尤其另外一组的 颜森跟王立芹是击败了 孔令辉跟刘国梁这一组搭档 拿下金牌 而对于孔令辉来讲 这场比赛孔令辉要能够获胜的话 将可以为自己个人 拿下一面奥运会的金牌 这对于孔令辉来说 相当的意义重大 孔令辉 因为孔令辉在 96年亚特兰达奥运会的时候呢 个人是拿下了男子双打的金牌 但是总是缺少那么一面 单打个人的金牌 好 孔令辉推到了中台 左右开弓 华德纳在进台脚步动都不动 靠着上身移动左挡右挡 挡到最后挡出了剑 孔令辉14比3领先一球 华德纳发球 回太高了 14比14 在第一局啊 双方打到了14球又形成了平手 到目前为止 第一局谁能够拿下还不知道 两个人不论在失误进攻上面来说 互有所长 孔令辉的揭发球回击出界 这是孔令辉在 第一局的时候 个人的揭发球 失误出界 好 其反派 华德纳这个球 回击过往 16比14 孔令辉领先了两个球 当然刚刚画面上看到的 来自于瑞典的华德纳 现年已经36岁了 他是道道地地的老将 那么华德纳呢 要讲到 瑞典这位华德纳这位选手 也是大有来头 两个人都退到中台拉长弓 结果 华德纳这个长弓球 没有拉过往 17比14 孔令辉是率先拿下的第17分 在第一局 孔令辉能不能够顺利地拿下来 就看后面这几球的表现 尤其又是孔令辉的一个发球局 华德纳放短球好球 孔令辉再来一个第一时间 起快板斜线 这个球是直接打到了 华德纳身上 我们看这慢动作 这个直线事实上起得漂亮 但是孔令辉的脚法移动的实在是太快 让华德纳根本反应不过来 我变线掉直线 你还能这么快 好 孔令辉回直线 短球 让华德纳 回进一球 前线扣炸 18比15 孔令辉领先三个球 好的 两个又开始拉长弓 华德纳这个球回击 出键 19比15 现场的大陆观众看得是高兴得不得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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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球要起快板 往前压直线 没过 不过仍然19比16 孔令辉仍然领先三个球 只差两个球 就拿下记忆局的胜利 我们现在看到了华德纳 他是92年巴赛龙纳奥运会男子单打的金牌 所以相对于华德纳来讲 他已经在八年前的奥运会 已经个人拿过一面奥运男子单打的金牌 但是孔令辉来讲却相当相当的希望 能够为个人拿下奥运的一面男单金牌 虽然他在上一届奥运会 拿下了男子单打的金牌 20比16 孔令辉的game point 在第一局 华德纳的罚球 孔令辉行进皆杀 再来 华德纳的回击变现直线出了进 孔令辉在第一局 以21比16击败华德纳 取得1比0领先 我们在第一局画面上 我们看到最重要的 在第一局整个的一个 两位球员的表现 孔令辉可以说 自从双方是打成了一个 14比14之后 我们看刚刚这个精彩的办法动作 孔令辉在 双方打成14比14之后 连下了四个球 这是中间一个领先的 很主要的一个关键 孔令辉先拿到18分之后 华德纳仍然停留在第14分 结果孔令辉拿下的第19分的时候 华德纳仅仅只拿下了 有两个球 也就是孔令辉拿下了五个球之后 华德纳只拿下了两个球 因此到最后这个关键时刻 自然对华德纳不利 第一局孔令辉21比16获胜